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很多足部问题产生的根源都在青少年阶段 如果孩子经常嚷嚷着脚疼 那家长们一定要重视了 徐先生一直觉得儿子的走路姿势不太对 以前小的时候不明显 但随着儿子长大 他越来越担心 这会对以后的骨骼肌肉发育产生影响 随后徐先生带着儿子来到医院就诊 医生检查后 怀疑徐先生的孩子可能有高宫足 需要进一步详细检查并配合矫正 医生介绍 这样的足底问题其实很常见 在新生儿时期 部分畸形就常发生在足部 而在儿童及青少年时期 扁平足最为多见 其次就是高宫足 后足外帆等 一般女孩子在七岁半左右 男孩子在八岁左右 足宫会发育完成 那么有一部分孩子在这之前 就是四五岁都出现平足 甚至有的孩子有这个 家长看到有这个内巴呀外巴呀这些情况 这种情况呢 大部分不需要特殊处理 那我们需要定期观察 或者说给小孩配置一个鞋垫 把脚弓抬起来就可以了 但如果进入青春期之后 扁平足的症状逐渐加重 可能会出现容易疲劳 运动后脚痛等情况 这个时候就要及时就医了 孩子经常说脚疼 家长可以让孩子踩在地上 观察是否有足宫塌陷的情况 进行初步判断 必要时一定要带孩子去医院就诊 但是我们就要带孩子去医院 我们不必须 那我们不必须 我们不必须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